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为4.3% 较今年4月发布的预期值上调0.7个百分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期值高于韩国政府 在主要机构中最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韩国经济增长预期的主要原因是 认为出口正牵引韩国经济复苏 今年上半年 韩国出口额达3000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第二季度 民间消费增幅也创下12年来的最高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展望 包含了新冠疫情再次扩散后 截至本月第二周的情况 不过 并未对预期值产生较大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将韩国明年经济增长率预期 较今年4月上调0.6个百分点至3.4%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次修订了30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 包括韩国在内 共有7个国家 今明两年的预期均被上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今年世界经济增长6% 与之前的预期持平 中文货币基金组织